173 《市民日報》 《孩子創意賽》直成果感染他人 2015年7月13日《政經論壇》 P02本部信 由澳門崇辛文化協會主辦 澳門崇辛聯合總會協辦的第四屆 《孩子創意行動挑戰賽》 澳門區頒獎典禮昨日舉行 比賽期養本澳學生發揮創意 透過實際行動改善所遇問題或達成願望 並將成果分享感染更多人 頒獎典禮昨日下午2時30分 澳門道船街苦亂綜合服務大樓五樓何彥禮堂舉行 出席嘉賓包括文化產業基金行政委員會主席梁興廷 教育企青年局教育研究企資源廳廳長王健武 青州小學校長張植及澳門大學副宿應用 學校副校長徐梅英 香港發起人兼香港創業行動協會主席葉文謙等 改善所遇問題設法建立自信今屆比賽共有五間學校 兩個組隊及一個團體參加 共收到27份作品 中小學生參賽者共有108名 網上參與投票人數共1521名 D.F.C.鼓勵參加者透過感受Feel 想像Dimagen 實行Do 分享Share四個步驟 用創意方法改善問題 從而建立自信心 今屆共設有七個特色獎項 包括最易採用獎 開心投入獎 最有創意獎 感動人心獎 大膽突破獎 一夫百應獎 最有創意獎 最有創意獎 陪正中學學生陳艷然獲得 感動人心獎 清晰獲得 最有創意獎 最有創意獎 陪正中學學生陳艷然獲得 最有創意獎 陪正中學學生陳艷然獲得 感動人心獎 由青州小學學生劉曉均 陳夢欣 何宇健 陳青青及陳思雨獲得 大膽突破獎 有澳門特殊號運會學員潘銘 劉倫師及劉美燕獲得 一夫百應獎 及最薄四部獎 有澳門陪正中學學生芳艷然 謝曉華 關詠童 李佩林及黎月軒獲得 今年頒獎勵共有二十七位義工 場內以動物作佈置及提供動物面罩 給學生拍照留念 典禮上更邀請澳門首位南極青年大使鄧子山 作分享嘉賓 鼓勵學生追尋夢想及愛護地球 第五屆 澳門區挑戰賽由明年一月開始接受報名 如有查詢 可指電 6231-9651 或電郵CDFCMACU at gmail.com